很早就規劃了這一次的植牙楷模課程 植牙不是植那個牙齒喔 是職業生牙的醫師 是職業生牙 然後呢我們特別請這個很厲害的 黃哥哥也是黃魔術師 今天呢要來說他的整個成長的歷程 還有他的分享 然後主任呢就話不多說 我們先 鶴肝我們要先給到場的來賓 跟我們的那個哥哥呢 愛的反雜拉要非常非常大聲 我才開始喔 不然呢我就要一直拿著麥康蒙講話 可以嗎 準備好你們的肺活量了嗎 可以啊 好 預備 愛的反雜 愛的開始 好 一萬一 一萬一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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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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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 第二次呢我想要获得呢 就像是演唱会式的掌声 就是你们在看演唱会 然后看到偶像的时候会 那我们先调色了好不好 好 重新出场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让我们到最早上欢迎 魔术主持宝盛 我是魔术主持宝盛 今天很开心呢 可以到这边呢 跟大家演讲 今天呢有两间学校耶 非常酷的很厉害 对 让你们看 整个餐厅都坐满满的 我们家要快要七八十个而已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热血 你知道吗 今天呢我从华莲的一早呢 就开过来这边 而且呢 呃 你们今天呢 是第一场我的演讲 好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什么职业 我是师 看得不清楚啊 看得出来 对不对 好 我是一个魔术主持 然后呢 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讲 我怎么样当上魔术主持 还有 呃 怎么样成为魔术主持的故事 好不好 那今天呢 呃 我的演讲呢 就是《竹梦的魔法旅神》 对 然后我要跟大家呢 分享呢 我成为魔术主持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从大学呢 就开始学魔术 高中开始学魔术 当兵的时候也在学魔术 然后呢 我也一个一个的 跟大家讲 我的历程 那在《灭魔术》之前呢 通常呢 无论时间来的魔术 你想要看魔术表演吗 想 想要看魔术表演吗 想 好 那这样子 呃 我想要找一位观众 上台关系《灭魔术》 我希望呢 他是一位 呃 漂亮的真伯 有人觉得自己是真伯的吗 是 有人觉得自己是真伯的吗 好笑吗 蛤 有人觉得自己是真伯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那么害羞 小朋友都那么害羞是不是 没关系 放这样吧 我没有这个东西 有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高公寓的搜寻雷达 我称他叫做真伯雷达 你只要带上他呢 我就可以搜寻 方元两百公尺业正伯 来试一下 试试 哈哈哈 好 好 這邊要搜尋上妳的聲唱 妳叫什麼名字 思涵嗎 如果邀請妳幫我暈暈唱 還有這邊有魔術嗎 好 好 大家可以 思涵在這邊 思涵妳是幾年級的 四年級的 思涵 妳有沒有跟魔術師一起變成魔術 有嗎 曾經有用這個經驗嗎 沒有對不對 今天就是妳的第一次經驗 等一下妳知道很簡單的 妳要大聲的回答位 因為妳沒有麥克風 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大聲說 再大聲一點 錢 錢包 請問一下有麥克風嗎 就是無線的麥克風 我來幫她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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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可以幫我拿這個麥克風嗎 這個是什麼東西 錢包 這個錢包呢 是魔術師的錢包 這是隱形的錢包 這個錢包呢 只有上面的小框框 但是呢 裡面沒有袋子 給大家看 一個空的錢包 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我要從裡面呢 拿出呢 一個 紅色的小球 這個紅色的小球呢 這個 是可以測試市場的小球 這場呢 它就會會這樣 這樣 這樣 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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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帥哥在哪邊 這場 等一下呢 我要跟你玩一個遊戲 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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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這場 左手 錯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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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右手 隨便 兩個左手 左手 右手 哪一個 左手 右手 沒關係 這邊呢 有一個紅色的大球 等一下呢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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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一二三 恭喜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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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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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一二三 好 答案呢 答對了一半 因為我兩隻手都有拳 好 好 是這樣的 這個呢 這個A球 我把A球呢 拿起來 把他放我左手 把B球拿起來 把我右手 我只要輕换的話呢 我左手的球就會笑死不見 一二三 他就瞬間笑死不見 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手掌 謝謝大家 喔 當次呢 又是一個姿勢的表情 不戴上 剛剛呢 他覺得無數字呢 手很快 所以呢 首先呢 先把左手拿起來 這邊呢 右手拿起來 兩隻手呢 就一顆球 我把左手拿起來 往後推 砲 噓 噓 所以斯坦 裡面上來說 我右手有什麼顆球 裡面上 兩顆球對不對 但接下來呢 我要變這個無數字 連流線都不會 因為他不敢變第三次 我把這個無數字 變第三次 把一顆球的往後 中一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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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A球就用回到英文的位置 謝謝大家 好 剛剛想什麼 上天一到兩次 好 是這樣的 我用到 斯坦可以就把你左手進口 往左手進口 左手伸他 等一下我把我拿來開球 然後你手上拿一個 手包拔 等一下我把手上的球 1 2 3 2 3 4 6 7 8 9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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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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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摸摸看這個球怎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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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看沒有聲音 摸摸看沒有聲音 現在呢 我看我大家算數 你大家數學好不好 對 數學很好對不對 對 算數1加1人多少 2 1-1人多少 1-1人多少 好就這樣子很簡單 第一個 我把一顆球把它放在盒子裡面 我把一顆球把它放在我手上 我把一顆球放在盒子裡面 我手上幾顆球 1顆 錯 你們算數一點都不好 這邊有一顆球 兩顆球 3顆球 你們算數呢 沒有到很好 我算錯了 算錯了 我再一次玩一顆球呢 把它放在盒子裡面 然後把一顆球把它放在我手上 把一顆球放在盒子裡面 我把一顆球放在盒子裡面 我手上7顆球 3顆球 這邊有一顆球 兩顆球 3顆球沒錯 這邊呢有一顆球把它放在盒子裡面 一顆球呢 把他放在盒子裡面 一顆球把它放在盒子裡面 我手上幾顆球 3顆球 選一顆的球 選3顆的球 選3顆的球 這首掌聲的韋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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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 謝謝 接下來我還有一個帥哥 有絕技是帥哥嗎 帥哥 帥哥 你想要上來嗎 誰啦 不想上來 好沒關係 這邊呢有個想上來的 OK 有有有 有有 Come on 有有有 好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 明義 明義 明義你今年幾歲 十歲 十歲 然後幾年級 四年級 好 明義 好是這樣子的 今天我們都要用到一個 東西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神聖 神聖 明義你先報應 幫我檢查一下這個同軍神 明義的拉拉看它會不會斷掉 確認你的拉拉看 用你最大的力氣的拉拉看它會不會斷掉 好這邊拉拉看 這邊拉拉看 這邊拉拉看 還確認一下它會不會斷掉 好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明義你剛幫我檢查到這個神聖之後呢 請你幫我檢查這把剪刀 檢查一下這把剪刀是真的 我一個討法呢 就像你的衣服這邊剪眼看到會脫走 我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你會不會 可以開個玩笑而已 你還是 你還是在剪那個 好像是這樣子 明義 好 這邊 這邊呢 有 兩個 繩頭 這是我的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 左手 這是我的 如果這個是繩子的頭 這個是繩子的哪裡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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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模樣長之後呢,我主持人就可以被摸出了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一模樣長 等一下,還沒有樣長,明天再幫我修了一模樣長嗎?大概修了幾個 只要修了一模樣長之後呢,都是另外一模樣長 現在還沒有樣長,明天再幫我修了一模樣長 現在呢,這邊的A神加B神,請問大家怎麼用A神加B神? A神加B神? 一條 兩條還是一條? 答案是一條 這個魔術呢,我們要重新再來一次 這邊呢,有了一條全新的繩子,剛剛剪完以後呢,變成了一條 已經學校做得出來的六手了 這是我的 如果這是繩子的頭,下面的繩子在哪裡? 中間 所以在中間可以幫我修了,幫我修了中間,幫我修了兩罐 這邊,剪了兩罐 明天再下來,這邊的繩子的頭呢,好 沒有,一模樣長,可以幫我修了一條 OK,幫我修了一條 OK,幫我修了一條 這邊還差一點 OK,這邊還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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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幫我修了一條 我修了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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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非常好 非常的準確 你現在把這個繩子丟完之後 因為他在正式的一個小繩子 這邊呢,兩條全新的繩子 這個還說的,我們要重新再來一次 好,這次呢,大家一起回答我 這是我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 這是我的 左手 這是繩子的頭,這是繩子的 對 繩子的中間可以幫我嗎? 幫我朝繩子剪成兩罐 這是繩子的繩子 這邊呢,有兩條繩子 第二條繩子呢,我要打一個繩子 一看好不好 打一個繩子之後呢,他就會變成 一條繩子 像是一條繩子 但你不然那麼說呢,魔術式呢 打的繩子都是假的繩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 先做一個圈圈 拉緊之後呢,就會是一個 真真正的繩子 幫我把這個繩子的繩子 在我手指中間這邊 兩邊這樣繩子 好,繩子 一條繩子 這邊的繩子 這邊的繩子呢 就是 一小段繩子 這邊呢,我們要做一次 最後一套 先做一個圈圈 做一個插插 做一個圈圈 做一個插插 拉緊之後呢 最後呢,就是一個 死結 可以幫我做死結 幫我剪兩段吧 好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事情 都已經解決了 請問一下大家為什麼上到幾個結 三十個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吹一下 跟你們就要吹一下 這兩個結人就會神奇地掉到地上 仔細看喔 幫我做到這個結 刷三 一熊 一二三 GO 這兩個結人就神奇地掉到地上 最後呢 這個結人要由你來幫忙 你要幫你幫我 幫我輕輕吹一口氣 然後這個結人就會神奇地掉到地上 吹一口氣 有點魔術的感覺 然後這個結人就會神奇地掉到地上 哈哈 哈哈 是這樣子 剛剛這個結人跟這個結人 你會發現 這個結人 是一個可以移動的神奇 然後最後呢 你會發現呢 這是一條 完整 沒有的過聲 再次要吹個掌聲 謝謝 謝謝 你也要玩 謝謝 謝謝 解嘗一個神奇地 真的 沒有問題對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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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呢 有更多的時間呢 我們再變國術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我們要回到呢 正直 今天呢是一個演講對不對 那 我還給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黃伯翰 大家可以看到嗎 剛剛有看到黃伯翰 那黃伯翰呢 是非常非常菜市場的名字 我記得呢 那時候我在考大學的時候呢 有大概六十個伯翰這樣子 然後呢 有十個黃伯翰 非常非常的好記 然後這個演講的叫 逐夢的伯華旅程 那逐夢呢 就是我在追逐了夢想的意思 然後伯華旅程呢 就是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經歷到的事情 那我自己呢 是台灣大學畢業的 然後呢 台大大家都會覺得呢 台灣大學是台灣的最高學服 也就是能不能不能念學 那為什麼呢 我後來跑出來當國術師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欸為什麼你念了 這麼好的一個學校 你不去當平成師 你跑來當國術師 對不對 今天呢 我想要來就是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那我念的是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簡稱是環境工程 有人照顧在幹嘛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覺得 環境會遇到什麼問題 髒亂 欸 有人說什麼 髒亂 髒亂 還有什麼 髒亂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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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講得很好 對 剛剛好 什麼 汙染 汙染 什麼樣子的汙染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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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汙染 空氣 汙染 空氣汙染還有什麼汙染 還有什麼樣子汙染 我們的 河川是什麼 水 水汙染 還有什麼 土壤還有什麼東西 土壤呢 重金屬汙染 你有沒有看過呢 有一個房子 然後它外面是綠綠的 有沒有看過 有 有 還有綠塘子 那你們有看過水壩 還有呢 你們的合同工程 都是我們環境工程 在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在蓋水壩 然後呢 我們處理了水汙染 空氣汙染還有重金屬汙染 這些東西 好 那 介紹完之後呢 我想要介紹一下我的魔術資歷 我的魔術資歷呢 現在是13到14年中間 我是15歲開始學魔術的 你們現在幾歲 11歲 11歲 也就是你 四年後 上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如果小學六年級 要是四年後 上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可以交給你們出色 我現在呢 29歲 對 但大家不會差太多 對 好 那我以前練的是成功高中 在台北市這樣子 然後呢 我在20歲的時候呢 就拿到了台灣最年輕的魔術 那今天呢 接下來三個東西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今天呢 我們整個主座 就只會講這些東西 2014年的時候 呃 我就說要到 好萊塢的魔術城堡 然後 好萊塢的魔術城堡呢 是一個 呃 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是呢 全世界最棒 最厲害的魔術師呢 都可以到那邊表演 然後他是一個很棒的城堡 真的是一個城堡 然後呢 他們只邀請全世界最厲害的魔術師 就是到裡面演出 然後在裡面看表演的人呢 都是明星啊 然後呢 很厲害很厲害的人 然後呢 收到那邊呢 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2014年呢 完成了其中一個夢想 等一下呢 我一一的跟大家詳細的解釋 然後15年呢 我就到了 TEDX台北演講 因為呢 魔術城堡 有人知道TED的時候嗎 知道對不對 好 TED呢 是一個演講平台 然後呢 他是一個在網路上會有影片 你們看YouTube都會看到 然後呢 TED他們會邀請很多 不一樣的職人 可能是科學家啊 藝術家啊 他們呢 在分享他們自己在做的事情 對 然後呢 我第一次上台演講 就是幫TEDX台北演講 然後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平台 然後那次呢 是我的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一次 接下來2016年 我都世界超級業重貴 在法國的巴黎 大家剛剛看到宣傳片裡面 有一個短片 等一下呢 我會給大家看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呢 非常光鮮亮麗的舞台 有沒有 很多很多的人 然後很漂亮的舞台 我在這些人面前呢 不要我的模式給他們看 然後 這個模式 這個電視節目呢 已經播了20年了 對 從 1999年到2019年 然後呢 到去年來終於結束了 他一直都是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 你看 一個電視節目可以播20年 我好像在台灣沒有聽過這麼長的一個電視節目 好 這就是我今天所要講的東西 然後呢 嗯 我今天還會願意的跟大家提醒 那 學生時代回收制度 就是我成功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以前的樣子 呵呵 對 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宅男 呵呵 然後我們成功高中呢 男校 你知道男校 就是全部都是男生 我們學校呢 全部都是男生 一個女生都沒有 然後呢 我們學校呢 有三千個人 三千個人 太多了吧 對 而且呢 你們學校呢 超小 你知道有多小嗎 就是你們外面都超小 然後呢 一個目的事情 就這樣子 你們的學校已經是我們學校的四倍大 呵呵 我們這樣超小的 對 然後呢 全部都是男生 超級可怕的 然後那時候呢 我呢 曾經呢 我想要加入一朋友 那時候還沒有交過一朋友 呵呵 然後呢 我就想要加入一個社團 也許呢 可以吸引女生的注意力 還彈吉他啊 跟練魔術這樣子 好 你知道那時候呢 高中的時候呢 每個魔術社呢 然後呢 他們就會來可能班上選手 比如說 魔術社呢 就來練魔術 然後呢 還有彈吉他的學長呢 就會來我們班上彈吉他 然後呢 跳舞的學長呢 就會來我們班上跳舞 然後呢 就是要招生這樣子 你們都有社團嗎 OK 有些人呢 會打籃球 有些人會國樂 然後有些人呢 會音樂的 然後呢 像魔術社呢 就是魔術表演 那個時候呢 我自己很清楚 一個學長 他就來我們班上 然後就 跟觀眾借一個硬幣 他說 欸 有人可以借一個硬幣嗎 他就隨便借一個硬幣 然後呢 在大家面前呢 把這個硬幣呢 把他給你們借 他就這樣子 吹一口氣 吼 硬幣呢 就像剛剛那個小球一樣 小石井 然後他就驚歹了 他說 在哪裡呢 然後他就說 在 我的衣服裡面 然後就從衣服裡面 變出來 然後他說 再一次呢 他把硬幣拿起來 把硬幣拿起來 然後清脆口氣 就不見了 跑哪一圈呢 這次呢 在你的耳朵後 然後就從耳朵上去 然後 他說 你知道這個硬幣值多少錢嗎 非常值錢喔 然後 砰 然後呢 瞬間呢 就變成一個跟點一樣 大的動力 這麼大 那時候呢 我就驚呆 我就覺得 哇 這麼厲害 我也想要學 如果學的話 也許 交交女朋友 對 然後呢 那時候呢 我就想說 好 我覺得魔術真的太酷了 我想要加入魔術舌戰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練魔術 因為朋友有了 神貴之下 以前的電影 就是把那個硬幣 在手上轉來轉去 一個特技的 我每天呢 都在手上呢 練硬幣的手法 然後呢 練把硬幣 練不見的手法 每天都這樣練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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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 然後呢 我們是會去很多地方做一個學習 比方說 我們會去麥當勞 大家吃過麥當勞嗎 麥當勞呢 我們會點大杯的可樂 那大杯的可樂呢 學長就會跟麥當勞店員說 請問一下大杯的可樂 你有附大杯的 大杯可樂的吸管嗎 我想要比較大的吸管 你有嗎 大家都知道吸管只有一個size對不對 只有一個size 然後呢 學長就說沒關係 我們自己拿出來 那就從麥當勞袋子裡面 拿出一個 三公尺高的吸管 這樣比較深 對 從麥當勞子袋子袋 自己拿出一個三公尺的吸管 然後呢 麥當勞子袋 太長了 對你看這麼大 你看這麼小小一個 然後麥當勞子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哇 好酷喔 然後呢 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呢 我覺得到處呢 找人電力魔術啊 比如說同學 我腳腳一到班上 就會找 不是魔術車的同學 電力地魔術 然後呢 有時候失敗有時候成功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超好玩 對 然後呢 在國中的時候呢 高中的時候 還有國小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做的東西 就是這個 樂高高 哪有可能玩過的 熱高基因對不對 那 我以前呢 很喜歡這種東西 我後來知道為什麼 我很喜歡魔術 因為魔術呢 其實就是很多很多的 機關組成的 然後呢 我們用到很多的 物理的原理 化學的原理 還有心理學 魔術其實是很科學的 然後呢 我很喜歡把呢 我腦袋中的東西 拼湊出來 比方說呢 我今天想要拼一個 火龍城堡 然後呢 我就在腦中想想 然後我就用我的 樂高基因子 一個一個把它拼起來 然後在我面前完成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就覺得 欸 這跟我喜歡的一模一樣耶 還有呢 我喜歡玩一個 以前國中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玩這個 這是投石機 然後老師呢 我記得他們就叫我們 拿那個竹筷子 然後呢 把竹筷子呢 就是把它拼成 一個投石機的樣子 然後呢 就放那個湯匙 然後湯匙上面 就會放乒乓球 然後我們就這樣壓一下 然後相比今天 就會把那個乒乓球 彈出去 然後呢 誰彈得遠 誰就贏了 然後就可以獲得一個點數 這樣子 很好玩對不對 那時候呢 我就超喜歡玩這個東西的 我呢 就是從這樣子的訓練下來 慢慢慢慢的學 欸 我發現魔術呢 也跟這個東西很像 我要做很多很酷的機關 然後呢 我才可以完成 對 好 那 在我們高中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一個 聖誕的活動 聖誕的活動 我們那個舞會 對 然後呢 成功高中的夜當舞會 就是我們在聖誕節的時候呢 我們都去辦一個派對 就像大家人在家裡啊 或是 學校啊 社區都會辦一些活動 那我們也是 然後呢 但是我們的聖誕舞會 不太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的社團呢 都會去找一個 比方說呢 魔術社的人呢 就要去表演魔術 熱舞社的人呢 就要去跳舞 然後呢 熱音社的人 就要去彈吉他 唱歌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 欸 欸 很好玩耶 我想要去報名看看 我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而且呢 各個全台北市的女校的學生呢 都會來這邊參加 我記得那一次呢 成功高中舞會呢 參加了的時候 總共有三千六百個人 對 三千六百個人 在台下 就在我們的操場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呢 去練習魔術 然後就 報名了這個魔術隊 一分鐘的表演喔 一分鐘喔 你們覺得我要練習多久 一分鐘 表演 你要練習多久 幾天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覺得要練幾天 你覺得要練幾天 八天 八天嗎 我練了九十天 我練了三個月 一分鐘而已嗎 而且呢 那時候我們很窮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表演衣服 我們就把我們的制服呢 就拿膠帶貼起來 然後呢 就把他給我 然後我們也沒有鏡子 我們就晚上呢 面對現在這種鏡子 透明的那種鏡子 然後晚上看起來 就像是 就像是一個鏡子一樣 玻璃晚上看起來 就像是鏡子 然後我們就這樣練習 練了三個月之後呢 終於完成了 我們人生第一次練習 現在我給大家看 這個 成功高中 不會累積 這個燈片 幫我稍微關一下一下 成魔 就是成功高中魔術社 那話詞有點大 這是一個火把 然後呢 變成了一種玫瑰花 然後呢 變成了一種玫瑰花 然後我的手帕就要地上 然後呢 變成了一個夜人 然後呢 變成了一個夜人 更加二十幾 再看一眼 又變出來 變不見之後 再欠個剛才檔子要到上面 鼻根 噗 這樣子 然後把一個小球變不見 然後我現在東西不見 應該要找來找去 我也在找我的道具 不見 在哪裡 在哪裡 然後後面同學應該在地上 在地上 然後我們把它把它變出來 然後呢 再把它變成熟 好 三朵玫瑰花 最後呢 變成一個六朵玫瑰花 然後帥氣的Ending Pose 這是我那時候第一次的班 你看 很簡單的班對不對 但是我練了三個月的時間 每天練習喔 每天練習喔 然後才完成一個這樣小小的演習 然後你們剛剛看到 我是不是在舞台上 剛剛不是有東西掉到地上嗎 你知道這個有多緊張嗎 你有沒有上台報告過 會不會很緊張的感覺 我以前呢 上台腳都會抖 今天呢 台下如果有三千多個人在你面前 然後你要變魔術 今天要一個很大的事情 而且魔術師一失誤呢 就很可怕 那燈可以幫我稍微打開 魔術師失誤呢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好 剛剛呢 那個失誤的時間呢 大概只有十秒鐘 十秒鐘 十秒鐘呢 然後呢 眼睛起來沒有很多 可是在舞台上呢 有三千六百個眼睛看著 所以是三千六百個人 才十秒鐘 三萬六千秒的時間 才看著人 所以呢 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呢 你呢 那十秒鐘放空呢 你就像是 感覺像一年一樣 那麼久 我就說 哎呀 我到底怎麼找不到 然後你要想辦法 把我救起來 但那一次呢 雖然我失誤了 不過呢 我也獲得了一個很大的成就 就是我發現呢 大家呢 為我掌聲 我很享受這種感覺 我很享受呢 我練習得這麼久 然後呢 我把我的東西呢 呈現在大家面前 然後變成這樣子 很酷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非常喜歡 這樣子的感覺 後來呢 我就越來越喜歡武術 然後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呢 我就上了 呃 去了台大魔術社的 學長節裡面看表演 看他們成果發表會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就發現 欸 台大魔術社的 學長節能不太一樣 他們的東西呢 很有趣喔 剛剛呢 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變的魔術就是什麼 撲克牌啊 玫瑰花啊這樣子 對不對 台大的學長節呢 他們的 他們呢 每個魔術呢 都有故事 他們很喜歡講故事 比方說這個是什麼 你知道是誰嗎 柯南 柯南 對 他呢 身高沒有很高 但是呢 他把他的劣勢呢 轉為優勢 他就把他自己呢 變成柯南 然後呢 他要踢足球 把足球變舞劍 然後把蝴蝶劍變出來 很酷吧 然後呢 他要學姊呢 他會跳佛朗明歌舞 然後變出很多的東西 變出玫瑰花啊 然後他一個學姊呢 這個學姊呢 他是 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小精靈 然後他左手呢 有個娃娃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那個娃娃跟他說話 他說啊 沒有事情 你會好好的 這樣子 然後呢 小精靈會安慰他 然後呢 他就跟他這樣子 一起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學長呢 他以前呢 會打太體拳 所以把太體拳 融入到了魔術裡面 還有呢 學姊呢 他就變出了 中國風的扇子 然後變出一把一把一把的扇子 然後最後變出一個 跟人一樣大的扇子 還有呢 一撞球變舞術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哇 很多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剛剛那邊 boog牌變玫瑰花耶 他們的主題都很酷 然後呢 後來高中三年級以後呢 我就很認真的唸書 非常幸運的 我就跑上台道 然後呢 就進入了台道的舞術 那進入台道的舞術之後呢 我就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想要 創造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不想要跟別人一樣 你看 如果你的東西跟別人一樣 你會覺得很不酷對不對 我想要比別人都很特別 好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開始去思考 那接下來這個影片呢 就是在公司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影像 裡面呢 有解釋呢 我在表演創意的流行 就是台灣大學 其他人都會有很好的 我就是喜歡 就是什麼 我就是喜歡 就是台灣大學生物環 這就是台大的那個野獵大盜 我選擇做水龍系 因為我在高中 感覺你不贏 然後 台大看過魔幻之夜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台大的魔術車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想 讓台大不是有想念想說 我是想要表演魔術 台大的魔幻之夜 是我搭著 那一個魔術車的成法 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怎麼樣 變得很好 那個特色呢 所以第一個步驟呢 他就想 狀態就想 大部分的人都穿西裝 有一天呢 我就看到了一個武裝 我覺得很保護 很麻褐 長袍麻褐 長袍麻褐 那是以前的那個 古代的人穿的衣服 然後呢 一般的魔術車呢 都是很帥氣 然後很舒服啊 我們就是反骨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 很慢 很優雅的魔術 這個時候呢 記得 這個 這時候就想 有什麼樣的人物 在中國古代 會是 很優雅 很慢 又會穿麻褐的人 那那時候呢 我就想到 徐志摩這個人 徐志摩是一個詩人 就是他的詩子 可能你們現在還沒有學到 那我用書本來變魔術 把徐志摩的故事 把它畫到別人裡面 就 它就變成一個很完整的 不只是魔術效果 而又還有 把人生的注意在裡面 我畫呢 最重要的 就是我 我 就是 我 發明的 蘇粉 在我面前 然後呢 飄起來 好 它也可以 然後反應 我當初設計這項模式 就是想拿來變魔術式的 就我會讓書本人 跳在空中 我們要跳脫這些 大家想到 會去用另外一個方法去執行 然後我們要做很多實驗 然後我們都照過去 一直失敗 然後那個效果 大概就覺得 就三次進去吧 心裡滿了 因為那時候 我因為想要讓你 所以我只是 心裡很簡單的 副牌 我想好吧 就不想做好 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只是想要完成我一個 大球時代的夢想 所以他去過比賽 你們看到的 在所有的節目 到國外對比賽 成功都是因為 這套表演 去到很多 很多的國家表演 去過了 韓國參賽 去過了 泰國參賽 去過了 馬來西亞參賽 然後 到夏浪比賽 然後這個呢 就是每一套 這個都精神 第一次就是世界能力的大賽 就是 有點像是 武術學生的奧運 這樣 台灣區的區賽 在台灣的話呢 跟亞洲區的區賽 如果你在亞洲區的區賽 你會跟馬多獎的話 或者是你還要參加這個 才可以的世界能力的大賽 然後這也是我大學 的時候 我還會練習的 一年 我會來 一生 好 可以幫我拍一下 你們 大家覺得啊 魔術師都穿什麼樣子的衣服 你們有沒有想過 魔術師都穿什麼衣服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想法 魔術師都穿什麼 西裝 還有穿燕衛服 然後他們會帶什麼東西 他們會帶什麼 帽子 他們會帶什麼 帽子 帽子 對帽子 然後他會拿什麼 會拿什麼 拐杖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那你覺得魔術師都會變什麼東西出來 兔子 變什麼 兔子 還有什麼 鴨 變蛇出來 還有什麼 變什麼 變蛤子出來 還有什麼 變蛤 變很多酷克牌 對不對 那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個是魔術師呢 把一個美女切成兩半 有沒有 把一個木箱子裡面 然後就把刀子 把它切成兩半 然後就把它拔裡面 這樣子 有沒有看過對不對 好 這個是大家呢 想像中的魔術師 好 你先想 我們大家想像 就是從帽子裡面 變成一隻可愛 但我說 我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跟別人不一樣 才有自己的特色 對不對 我們不想要抄別人的東西 我想要從原創 所以呢 我就從服裝開始想 我就找到一個 古代的 清朝的長袍馬瓜 然後買別人的衣服 這樣 然後你會想說很奇怪 為什麼會選這個東西 因為我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我找了很多很多的衣服 然後找了什麼 歐洲的宮廷的衣服 太空人的衣服 我什麼衣服都找不到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很特別 然後呢 我在電影裡面看到一個 一個這樣的照片 這樣 然後呢 我就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 為了要演這個角色呢 他是一個詩人 然後我 你看起來不像詩人對不對 所以我就去買了 以前呢 公司有一個人間自由天的DVD 然後裡面就是演徐志摩這個人 然後呢 我就開始 每天看一個DVD 然後我學習呢 這個詩人呢 怎麼這樣子喝茶 然後呢 他怎麼樣看書 他看書呢 會擺什麼樣子的動作 然後呢 他走路的時候 他可能會出他的長逃 不然他們的長逃 會刮到腳 這樣子 然後我就慢慢的學習 怎樣演戲 然後演出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因為他是詩人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用書來變魔術好了 我就不要用什麼 一般人很常見到的 兔子啊 鴿子啊 不想要練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安排了這個表演 叫做 在北方橋 然後以前呢 我學的名字很爛 就要舒服 這樣子 然後2010年的時候 就是我成功 呃 台大的魔術社發表會 然後呢 這個是我的造型 這樣子 一個長跑馬掛 然後呢 一個皮箱 還有圍巾跟帽子 然後還有一個復古的衣架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去找財工師 然後還有木工師 都定做的 沒有一個是現成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對 為什麼 因為我的魔術道具 我說了我很喜歡做機關 我很喜歡做道具 所以我很喜歡把我腦袋中的東西 設計出來 我想像有一個畫面團的樣子 接下來呢 我完成畫面組長這個樣子 對 這個是我 人生第一個冠軍 對 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呢 我就打了 TMA台灣魔術班的前衛的冠軍 這是我的獎費 對 那這個是我高同學 還有江澤維 然後呢 他那時候呢 跟我開一個玩笑很好笑 那時候YouTube的影片 剛剛開始了 然後呢 這個電視節目呢 就是法國的世界超級野種電視節目 很紅 然後呢 好多好多超厲害的男術師呢 都在裡面表演 我的偶像啊 David Sosa 然後 風春劍樂啊 然後 每一個人呢 都在他們表演過 我的同學呢 就跟我開個玩笑說 黃伯翰 因為有一天 可以登上這個舞台表演 那個時候我 高中二年級 大概十六歲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不可能 因為呢 他們只邀請全世界最厲害的男術師來表演 然後呢 而且我在台灣耶 他們怎麼會認識我 我也不會講法文 他怎麼可能會找到我 那時候呢 我就這樣子 我就覺得他在開玩笑而已 我就把他笑笑多了 但是呢 這個笑話呢 在十年之後成真的 2016年的時候呢 我就登上了這個電視節目 受邀到這邊表演 就用我的再別湯球的演出 現在呢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演出的影片 剛剛呢 一開始的高中的影片呢 是一分鐘的時間呢 我練了三個月 這個呢 五分鐘的表演 我從2010年到2016年 上這個電視節目 我花了六年 五分鐘的表演 我花了六年 才登上這個節目 現在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你可以看到呢 那徐志摩是一個詩人啦 所以呢 我就覺得他應該會看書 看書的時候 會在空中 看 而且他手都會畫那個書 就會這樣子 跳過去 有沒有 他一頁一的翻演 然後很漂亮的是法國阿姨 然後很漂亮的是法國阿姨 呵呵 阿你也哭 好 這個是書籤 那書籤呢 我覺得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拿下講 我覺得書籤呢 可以 旋轉 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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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的節目幾乎沒有 這樣子 通過的 全都是歐洲人 所以對他們來說 很特別 阿徐志摩是一個詩人嘛 他這個 是不是要再回康橋 就是他以前人 是去英國念詩這樣子 然後他有天他離開 然後回到 回到他的故鄉 所以他就很難過 所以他在收拾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東西都拿出來 放到皮箱 這個是他愛人寫給他的心 這樣 這是他愛人寫給他的心 然後他現在看 那個性質他就是自己折起來 是誰 然后刚刚红色的树就变成白色的树 这个手法很困难 你看到一张那卡片片的手法 变成了一堆卡片 那边被吹不出 不知道什么来的 对对对 空手又变成一堆卡片 变成两本书 你看我手都没有动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拿出来 有四个出现 有四个出现 然后他现在离开了 所以他把他的皮箱给收起来 桌上呢 有多数的一个相框 围巾呢 就从黑色变成白色 手上没有东西呢 突然变出了一件外帐 帽子呢 轻到你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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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遍 我会因为依旧 不带走一片 云 轻到你变成的 轻到你变成的 我在台湾的表演 我只有放10 但是因为在 不知道是不是我 台湾 不是从台湾来的 对 对 好 可以放开灯吗 好 大家都觉得魔术师呢 手一定很快 然后呢 快就可以骗到人 但是呢 我跟你说 最难的魔术人 是魔术师的手没有在动 大概是骗到你 这个是他这个魔术 非常难的地方 然后呢 呃 你看到这里面的所有的魔术呢 都是我发明的 然后呢 我原创的魔术 对 那我花了好多的东西 你睡着了 小心 小心 没事吧 伸展要小心一点 好 所以呢 呃 这个魔术呢 它有些地方就在这边 然后我就用一个点中国模样 所以你看 跟你们想象中的魔术之光 完全不一样吗 我很想要组出自己个人的特色 对 好 我看大家呢 要 有点要睡觉 变个魔术好不好 变个有趣的魔术 呃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称它叫做奇怪的棒子 这个奇怪的棒子 是有一天我在这位里面买的 然后呢 就写奇怪的棒子 这个奇怪的棒子呢 有两个颜色长 这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 蓝色是蓝色 有点 这什么颜色 蓝色 然后这个有两个香包 这什么颜色 蓝色 蓝色 奇怪的棒子呢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嗯 就是呢 当我拉滑色的时候呢 红色会往上跑 奇怪 对不对 你还记得吗 蓝色跟黄色呢 是连在一起 对不对 自从呢 我买这个奇怪的棒子 我发现这个奇怪的功能之后呢 我就上了 所以呢 不管在大公车啊 或是搭捷运的时候呢 我都会拉这个 香包 然后呢 甚至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呢 我都会一直拉这两个 东西 然后呢 觉得非常的疗愈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我还要一直做调整的动作 直到大家睡着为止 等到大家睡着 开口里面 是这样子的 这个三包呢 你觉得黄色跟红色连在一起 对不对 其实不是 白色跟红色连在一起 那请问一下呢 白色跟红色连在一起 蓝色跟红色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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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呢 蓝色跟红色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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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呢大家呢 一定會覺得這個管子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小線圈呢 讓這個四個小球跑來跑去 但其實我告訴大家 我把這個管子打開來打開 請看好不好 把他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管子呢 是空的 裡面是什麼東西都有的 這是一個空氣管 裡面有任何的線圈 任何的絲帖 任何的什麼東西在裡面 就全部都很可能 在檢查完呢 這兩個東西呢 是沒有問題的 你會發現呢 那我把黃色呢 黃色會往上跑 那黃色呢 紅色會往上跑 那白色呢 黃色會往上跑 那白色呢 黃色會往上跑 白色紅色也在一起 那藍色呢 紅色會往上跑 藍色黃色也在一起 我會這樣子做 1200 月呢 讓大家掌聲鼓鼓鼓鼓 再來一個小小的東西 我要用到一個東西 叫給虧佛 就是膠帶 這個呢 有一個膠帶 你可以幫我 檢查一下這個膠帶有沒有黏性嗎 摸摸看 摸看 幫我摸看有沒有黏性 幫我摸看有沒有黏性 摸看 摸看有沒有黏性 摸摸摸摸摸 有黏性 你怕被墊是不是 好 這樣子現在呢 我就拉開前來 把這個膠帶呢 把它給 攤在我的手上 這樣 這樣 一個把它攤起來 請 你幫我幫我摸摸手指頭 繞兩圈 幫我把它放起來 對 繞兩圈 這樣子 好 繞起來 幫我用力把它撕掉 撕掉 撕掉 這樣子 OK 好 沒問題 幫我檢查一下我的手指頭 你幫我拔開 拉拉看我的手指頭 好 你可以幫我拉拉看我的手指頭嗎 你可以幫我拉拉看我的手指頭嗎 可以幫我拉拉看 好 有沒有人有手錶 或者是手盤 你可以借給我 你的手錶嗎 可以借給我 你的手錶嗎 可以借給我 你的手錶嗎 對對對 好 這個手錶呢 我在拉來面前的這個手錶呢 把它給扣 把它給扣起來 像這樣子 扣起來 然後呢 把它給扣住 完完全全扣住 所以這個手錶呢 已經完完全全不能打開了 今天要來變成的模式是這樣子 這邊呢 有兩個圈圈 這個呢 是你的手錶 這個呢 是我的手指頭 我的手指頭已經被交代 被用力給綁住了 等下我把這兩個圈圈呢 把它給串起來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模式路 在古代叫做中國聯繁組 就是把兩個解放在一起 沒有動的解放 現在我們要做硬化的反過 這是手錶跟手指頭 好 魔術師真的很科學 所以呢 我要提供兩個方法給大家 第一個方法呢 是用剪刀把你的手錶剪斷 第二個方法呢 是把魔術師手指頭剪刀 你必須要看哪個版本 剪手錶還是剪手指頭 剪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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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手指頭斷掉的事情很危險 我們可以剪手錶嗎 不行 不行 不行喔 可是我這樣會流血耶 可以剪手錶嗎 不行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在我們說話的同時呢 手錶怎麼會已經吹進去了 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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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手錶對不對 沒有錯 對不對 通常呢 是收錄一點掌聲 今天呢 我們要把他的手錶呢 因為我手指頭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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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刀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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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今天的重點是這塊 剛剛前面的人在講我分享我的學習魔術的歷程 但今天呢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下半個 就是我怎麼樣當魔術師 這是我一開始的教育 因為我怎麼樣創作對人來說 可能沒有太大的差距 但我如何找到我自己的興趣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們自己未來想要幹嘛 有人有想過嗎 有 而聽到一個有 你最後想要做誰 你嗎 你最後想要做什麼 畫家 你想要當一個畫家 為什麼綠 你很喜歡畫畫 OK 那你想要當什麼 你有想過嗎 隨便 我都拿開又可以 有喔 你要想要當什麼 蛤 什麼 蛤 蛤 不知道嗎 那你呢 你呢 你呢 還沒有想好 你有沒有想好 沒有 那你有沒有想好 蛤 你們 蛤 化妝 你們 你們運動的也可以啊 都可以 蛤 什麼 大家看什麼 化妝 化妝 好 還是 好 這樣子 我跟大家說呢 其實呢 我一開始呢 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對 現在呢 老闆從我的大學的時候開始出起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職業嗎 工程師 工程師 欸 聰明耶 你們怎麼看出來 那個安全帽嗎 好 這邊呢 有一個那個 這個叫什麼赤輪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以前念的系 就是環境工程嘛 我以前呢 理論上來說我一定要當一個工程師 對 但是呢 我以前是這樣子的 我以前考大學的時候 我的分數呢 不常 然後呢 但是呢 又不能上到我的系 我以前最喜歡念的是機械系 就是 做很多機械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組裝啊 什麼東西的 但是呢 因為我的成績不好 所以呢 我就從 台大機械系 台大什麼 工科台啊 台大圖幕系 圖幕是蓋房 然後一直 停到我的 環境工程系呢 我就上課 然後呢 這是我 台大上的最低級的系 這樣 所以呢 麗大大小的課 我對這個東西其實沒有 特別的心趣 然後大學一年級 大學大學一年級 我們就開始上很多的課啊 然後很難的課 然後我唸完以後呢 就不喜歡唸這個東西 所以我唸得很痛 然後我就不喜歡 那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可以上別的科系的課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上其他科系的課 我就上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錢錢是什麼 上班族 就是跟 財經跟管理相關 就是什麼投資 然後管理 那時候我就上了經濟學 投資的課 然後上了什麼會計的課 但是 我上了一年之後我就發現 這個一點都沒有興趣 看到會計課本來我就直接把這個課也退掉 然後呢我就又放棄了 好你看過一年了 那時候我已經大學了三年級了 已經過三年了 那這個火箭是什麼 你知道嗎 太空人 不是 就是創業 這個字你們可能不知道 就是開一個公司的意思 然後呢我在大三的時候 加入了一個學成 就是創業學成 然後那個時候的 學成主任是現在的科技部長 叫陳良基主任 然後創這個系 我們就要去 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學習怎麼樣創業 比方說 我們會跟 要當醫生的人 跟要當律師的人 然後當作家 文學院的還有農學院的 然後呢各種不一樣背景的人 然後我們要一起合作 做一些專案這樣子 比方說 我記得 其中一個案子 是我們以前去過阿里沙吧 然後去一個特殊點的部落 然後他們是賣咖啡 咖啡那種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採訪他們 然後採訪完以後呢 我們就下來幫他們買一個金錢的杯 幫他們賣咖啡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大概簡單的創業這樣子 就是你要去開一個公司 但後來呢我會發現 我對創業好像也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跳過 我就去最後一個 你們猜這個什麼 我手 不是我手 這個是一個椅子 這是導演會做的椅子 椅子 對 這是一個椅子 這是導演椅 當我們學校有那個戲劇系 要學習什麼 當演員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去 我們的學校呢 上很多很多演員的課 比如說表演的課程啊 還有學習怎麼樣打燈光 然後學習怎麼樣做衣服 用裁縫機 有沒有 然後呢 用這些東西 學學學學學學學 然後那時候呢 我已經大學五年級了 因為我要去比世界舞蹈大賽 我也願意 大學五年級了 我修完一整年的課 你知道嗎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 我發現我也不喜歡野心 所以你看到這四個 這是我不想要的東西 我完全不喜歡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當兵了 對 那那時候我當然是替代我們 我們叫做反讀大師 就是我們要去全台灣做這個 反讀的教育啊 然後去老人之家 去騎士群的表演 這樣子 那我們有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很大 有三十個人 裡面有什麼跳舞的老師啊 音樂的老師 導演演員 三十個人 然後裡面呢 每一個人呢 都是專門念那個出來的 比如說舞蹈 舞蹈老師呢 就是舞蹈系出身 他們從小學 就開始在跳舞 在跳舞 在跳大學畢業 然後呢 音樂系呢 也是從小學 就開始音樂系畢業 他們每個人都已經學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個時候的我呢 其實就是一個魔術系的出生 所以我那時候很沒有自信 然後 我就跟他們比較 我就覺得我好像很厲害 他們都學十幾年了 我才學個四五年而已 然後 沒有很厲害這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 好 我要很認識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學習 什麼樣跟他們合作 然後中間呢 我就很認真的跟他們一起 把魔術配上跳舞啊 把魔術配上演戲這樣子 然後一起去訓練這樣子 那我們其中呢 有一個舞者呢 他是雲門舞伎的舞者 雲門舞伎是台灣最厲害的人 跳舞的一個團隊這樣子 那 那 那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他 他跳起來 可以這樣旋轉 飛踢這樣子 很厲害 但是呢 到我開會舞的時候呢 我就變魔術給他看 然後我就發現 欸 他雖然跳舞很厲害 但他還是會被我的魔術騙 我變了硬力魔術 我變了崩克蘭魔術 他還是不會發現 所以那時候 我就越來越有自信 我就覺得 也許我在我的這個 魔術配的領域呢 好像還蠻厲害的 我就另一次呢 來到一個魔術師 所以我就成為一個魔術師了 然後我說 6月25號可以 6月25號可以 我就立馬呢 成為一個魔術師 所以就跟 這句話講的一樣 其實我不想要走一個傳統道路 大家呢 覺得你考了一個很好的學校 你就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呢 自己想要做什麼 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你興趣在哪裡 你做得什麼才是最開心 所以呢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呢 現在我現在選擇這樣不傳統的道路 我做的每件事情 我都覺得要很特別 那 興趣當工作有多難 你們覺得很難嗎 你們覺得緊張還是很困難 很難 很難 你們覺得很難嗎 很簡單 很簡單吧 我告訴大家 就四個字 放很大 超級困難的人 為什麼 因為呢 台灣的魔術表演人 是很少很少的 你看 你們 全部在座的人 這輩子有看過任何一個魔術師 沒有嗎 不一定 對不對 阿波老師也都很深 因為魔術師是一個很少的職業 我們全台灣只有幾十個人 有 比我們現在在座的還少 大概就是四十個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一個行業 然後呢 也沒有什麼知道 除了劉切 大家知道以外 其他任何魔術師 大家都知道 第二面是台灣的 表演藝術的環境 裡面那麼好 因為台灣是一個年輕的國家 一百年而已 那比起歐洲呢 好幾百年的歷史 他們在那個異國的環境呢 比較有耳濡染 所以他們平常都會去買票 但是台灣比較不貴 這個也是也可以理解的 所以 在台灣做表演藝術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自從當病態的決定之後呢 我的同學要做什麼工作呢 我的同學呢 就去了 當工程師 對不對 他們那個時候呢 已經念完研究所了 兩年的研究所 念完研碼嘛 對不對 他們念完兩個年 就說 已經開始 要找工作了 然後呢 或者是已經找工作 已經做了一年了 然後那個時候的我呢 才剛開始 要幫忙找護士 然後我的同學呢 都在科技工程上班 然後呢 薪水非常好 但是我呢 卻想要追夢 然後呢 什麼錢都沒有 我記得呢 我七月呢 六月退伍啊 七月呢 一個月 一毛錢都沒有賺到 我一毛錢都沒有賺到 對 然後 我那時候又很沮喪 為什麼 我要追逐自己的夢想 然後八月呢 呃 我賺了一萬塊錢 不到 二十二可以 對 不到兩萬二 最低的事情 最低的心血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念了台大 然後呢 這回念了這麼好的 學校 我要回來當工作師 然後呢 因為賺不到錢 對 這時候就是很難過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 那時候呢 同學都要同學會 我們同學都要一起吃飯 然後呢 我們就要聊天 同學會都要聊什麼 聊工作啊 還要聊野心情好不好啊 所以那時候呢 我都不太想要出席 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大家都在做很厲害的事情 然後我在這邊變文書 然後還沒有案子 是不是很難過 對不對 超級難過 對 那時候我很沮喪 然後我爸媽呢 你們覺得 我的爸爸媽媽支持我 當你不行嗎 不支持 你覺得呢 不支持 好 兩人都說不支持 答案就是不支持 因為我爸媽呢 他總覺得說 當國書呢 當興趣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呢 把他當工作呢 他不是一個 太正當的工作 因為他沒有我命的薪水 你有一個地方可以上下班 對不對 然後呢 你也不知道你的未來在哪裡 所以呢 我爸媽那時候呢 就非常 有點排斥這樣 所以呢 我每天晚上比較習慣 晚上的時候 我會看電視 然後我爸呢 就會跟我說 阿你 最近有Case嗎 然後 就沒有啊 所以那我就 沒有 阿你要不要去找工作 阿你就這樣也不行啊 然後就要每天這樣子 就這樣持續了 一年 一年的時間 一兩年 對 非常長 這三個時間講一下 然後剛剛好那時候呢 我又沒有演出 那時候更難過 我就不想要被我爸 就這樣念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決定呢 我要想辦法 自己走出一條路 對 好 那 我覺得呢 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一個人 對 我算是工程師出身了 就很理性 我覺得呢 沒有換麵包呢 不用談夢想 麵包是什麼 你知道嗎 麵包呢 就是 吃得飽 吃得飽 就是呢 你吃得飽 你沒有錢 然後呢 你是不是沒有資格去追夢想的 對 所以呢 我覺得 要先想辦法讓自己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然後呢 讓自己不要那麼彷徨 我才可以去追逐 我想成為魔術師的夢 不然我餓死的話 那 如何談夢想呢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開始很努力了 可以去尋找一些 表演的機會 然後教課的機會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就在 我們 我住在台北的三峽 我就在三峽的三間學校 教小學 魔術師的教 教魔術師的社科 就這樣教了一個學期 然後呢 有一點點穩定的收入 不多 但是呢 就是 不會都有什麼樣子 那你就有心理話 看誰說 跟我同學說話 還是跟我爸爸媽媽 其實呢 我那時候呢 我都把這個 難過跟淚水 吞下去 雖然很痛 只是我覺得 嗯 我不想要把我的脆弱 這一面弄給我爸爸媽媽媽 不然 他會跟著一起 所以那時候我就把我的瑞水 吞下去 我覺得呢 我一定要 做給我爸媽媽媽 然後呢 讓他知道說 你兒子在幫我 那是OK的 他沒有問題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 很積極的開始去尋找 自己要怎麼樣子 去在他面前曝光 對 那 行銷自己 就是 魔術師要命名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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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要命名 魔術師要命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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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宣傳 現在呢 YouTube很流行對不對 對 我們大家都要 拍一張網紅 當YouTuber這樣 拍什麼 我覺得還可以 OK 好 比如說上電視 你知道 上電視節目 你覺得在電視節目 看到魔術師表演 然後拍影片啊 然後我都做了 我就拍一些YouTube影片 然後呢 嗯 我自己做了網站 然後呢 我來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會寫信 給全台灣的公司 就是用電腦寫信 對 好 就這樣子 我呢 在 89月的時候呢 我就寫了大概300公斤吧 300公斤 也也是一封一封寫喔 就是你好 XX公司你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寄到台灣的什麼 餐廳啊 百貨公司啊 活動公司啊 任何我覺得有機會表演 然後遊樂園啊 我就寄了 比如說 XX遊樂園你好 我是魔術師王冠 那時候呢 我就這樣寫了 你看這個時間 我都把它列出來 這是真正的時間 2014年9月9號 就是我剛扣的兩個 兩月都九天這樣子 呃 3點一次呢 你好 我是魔術師王冠 專職於魔術茶演出 獲得 台灣魔術的冠軍 表演足跡 達全世界十數個城市 如果有魔術去台灣 希望可以與貴公司合作 欸很厲害對不對 台灣魔術冠軍 我就取了這麼多國教兵 那大學的時候 就這麼厲害 還太大幣烈的 一定要找我表演對不對 你覺得有幾個人 我給我寫 300分 你覺得有幾個人 我給我寫 你覺得 一封 大概是十封左右 好 那十封呢 你覺得 哪一封才能教啊 有十封才能教幾封 三封 答案是0 所以等於 我寫了300封信 300封信出去喔 嗯 凌晨 lå完全全沒有任何人欺騎我 而且... 沒人欺騎我 那這時候 точ是 gaan雛 vibrato 那怎麼辦 如果這時候是你 然後你就坐在家裡 看著電腦 然後呢 300封寫出去後 沒人回規 那怎麼辦 還說沒有放棄對不對 對不對 我沒有放棄 我呢 打電話 回去看你們的電話 喂 你好喔 餐廳你好嗎 你好 我是台大畢業的魔術師 然後呢 我曾經是台灣魔術冠軍 然後去過很多的國家 如果願意的話 歡迎來找我表演這樣子 然後就打到佛洛同時 這樣一通一通的打 然後呢 我每次打他們的總級 他們的客服 然後客服就說 請問你是哪裡 我就說我是魔術師 請問一下可以幫我轉動的那個活動的部門嗎 然後說 嗯 她現在不在耶 她就假裝說 她不在耶 那你會留下眼睛 沒有這樣子 然後我受到的回覆就是這樣子 Always是這樣子 全部都是這樣子 謝謝你的來信 我們已經將你的資料呢 轉給相關單位 那如果要配合的話 我未來會比你的絕對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要與你的絕對 然後我就把我自己的比例呢 就這樣做一個很帥帥的大活跌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我的絕對 得了好多獎這樣子 然後呢 我表演近身魔術啊 舞台魔術啊 在北康橋 還有魔幻鴿子這樣子 有沒有 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呢 完全沒有用 走到這樣子 好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寫信沒有用 打電話沒用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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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沒有放棄 這一次呢 我換了一個方式 我把我的那個 簡報呢 做得比較可愛一點 我11月13號我會寫另外一套 我就換了一個方法 如果你需要生日派對聖誕節的活動 或是魔術教氣球的教學的話 歡迎你來找我 然後就把我的那個 簡報呢 做得比較可愛 然後就 蛤 很可愛 然後呢 用比較可愛一點 生日派對要的情形表演 但是呢 又模樣 又寫了一次 又獲得了這樣子的東西 沒有人要理我 這時候你第一堂 真的是已經受不了了 你看一到11月了 已經4個月 然後幾乎沒有什麼收入了 然後呢 你就這樣子 好 這件事情呢 是常態 我跟你講 我到現在呢 2020年喔 2020年 我從2014年一直寫到2020年 這是我1月的時候寫的寫的 2020年 我就寫了幾次東西 哇 如果要表演什麼尾牙 貴賓晚宴啊 換人來找我看 然後呢 我就寫了很多很厲害的東西 這時候我的履歷已經變得比較厲害了 去做什麼 原山飯店表演啊 去做故宮表演啊 科技公司表演啊 證券公司表演啊 然後呢 寫兩三百公信 還是沒有人回覆 到現在就這樣子 好 那 請問一下大家 為什麼我要繼續寫信 我要一直做這件事情 沒有想過 你們覺得為什麼我要這麼笨 你覺得 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然後為什麼他要回覆 因為 你不知道機會哪一天來 你不知道這三百公信 有沒有哪一天 某一個人看法會 他現在不找你 但是未來會找你 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好 主動出席呢 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面對處子的時候 你會很困難 然後呢 你會很想要放棄 但你要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你永遠不能放棄 永遠不可以放棄 永遠 好 這是我寫的信 但是英文我幫他翻譯一下 2011年那個時候呢 9月10月11月我都寫信 然後10月的時候呢 我很想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美國的魔術城堡 遠在美國 很遠喔 這時候英文就很準 我就寫 你好 我是來自台灣的魔術師 然後我想要呢 找一個機會去美國的魔術城堡表演 那 我曾經得過台灣的冠軍 然後我在日本 韓國還有 中國大陸的魔術的活動都會用 我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到這邊表演 所以 拜託 我不會讓你失望 就這樣 這一封信 就中了 他就回我了 好 我嗨你好 謝謝你的信件 那你的影片呢 非常有趣 然後呢 我覺得你的東西非常好 那我的魔術城堡呢 會邀請你來 對 對 對 你看 總 而且是我最想要去的地方 那種小小的活動 我不去都沒有關係 但我最想要去的地方 就中了 台灣的都沒有中 但是外國的人 我去的中了 你看 六月退伍 然後十月呢 到了去的魔術城堡 的這個信件 那我十一月就去了 好 然後呢 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會很辛苦 然後 做每個行業都是 未來人來做任何一個行業 你會遇到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在你辛苦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忘記你當初 為什麼想要成為一個 怎麼樣子的人 像我就想要成為一個魔術城堡 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時候我想要做的初心 那時候呢 十一月呢 我就去了魔術城堡 這個魔術城堡 在美國好萊塢的 好萊塢大道上面 然後旁邊的一個城堡裡面 然後呢 它是一個私人的俱樂部 然後它裡面有一間餐廳 一間七間酒吧 然後還有一個博物館 裡面放有 所有五代很厲害的魔術石 就是比方說這是卡比尼的表演衣服 還有它的燕尾 還有它的主手衣服 還有它以前的那個道具 還有呢 一個魔術的圖書館 那這個呢 是 我們的節目單 你可以看到 這所有魔術城堡 都是這個禮拜要表演的 中間最下面的這個就是我 我呢 這裡面唯一一個亞洲人 對 唯一一個喔 八點半 十點 十一點半 你可能不覺得這個很特別 但你想喔 我們今天呢 這個演講 我們講一場 超累 在這邊呢 我要講 演三場 禮拜六禮拜日呢 我要演六場表演 所以一個禮拜呢 我總要演二十七場演出 對 在台灣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一個禮拜要演二十七場 活動耶 然後呢 每一個人呢 都是花了好幾千塊 然後穿著西裝 穿著晚禮服 然後呢 牽手進來看你表演 對 所以這件事情 給我來說壓力非常大 而且他們 他們都是非常厲害的人物 所以呢 我不喜歡讓自己表演 然後我就很認真的練習 然後很認真的學習 怎麼樣表演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獲得了一點事情 就是 我學到了不同的思念 因為在台灣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地方 一個劇院 可以表演那麼多長的 然後一天有四百個觀眾 我就坐在下面看你表演 然後一直看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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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要跟一兩百個工作人員合作 跟他們的舞台 跟他們的劇場的監督 跟他們的總監 跟他們的前台服務人員 服務生 後台所有的人員合作 是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所以我學到很多 然後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扎實的訓練 因為每一個魔術呢 要很多很多練習 練習二十七次 就越來越厲害了 然後這個是我跟我的觀眾的合照 對 然後 這是2014年去的嘛 他們到今年都還有問我說 我還會再給你們出城堡 對 好 那我說我要想要行銷自己嗎 行銷呢 其實就是 要做 有趣的事情 我們要 想辦法讓自己曝光 那我想到一個方法呢 就是記者會 大家看電視新聞的時候呢 都會看到新聞媒體去採訪一些東西 比方說最近新聞媒體去採訪什麼肺炎的問題啊 健康的問題啊 比如奧運的問題啊 新聞媒體去採訪 或者今天 呃 一個蘋果的手機要上市了 媒體呢就去採訪 可是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剛剛畢業而已 二十幾歲 二十出頭 我沒有任何的公司 沒有任何的經濟公司 沒有任何的名氣 你覺得他們會來採訪嗎 不可能 但怎麼樣 我還是做的 我用我僅僅有的 一點點的錢 我就去租了一個咖啡廳的地下室 在我學校旁邊 很簡單 我就拿了那個 那個節目單 然後呢 包著影片 然後做一個副卡 我還自己寫新聞稿 就洗洗洗洗洗洗 su 然後請我的朋友修 這樣子 我就換了一個椅子 這個是我的舞台 很空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是一個牆壁而已 然後十張椅子 就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沒錢 然後那個夜市的創業廂 就這樣買了 然後呢 他家的廂址 我就開始飛來轉去 我一直覺得沒有人會來 然後如果說說 這個訊息 的email 到時候各家的地下 但是那一天是我人之最幸運的時刻之一 因為那一天來了快十件美梯 然後呢當天我就上了聯合報的辦法 這麼大一碗沒有 就你找餐店看起來就這麼大一碗沒有 而且上了兩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 我一個人辦了這樣的行程會 可以看看 音樂 字幕製作者 李宗盛 字幕製作人員 摸出身後浮汗的那裏 這是我那個白白的牆壁 你看 半板 然後我就上很多電視機 你看 慢慢的人 就有人招呼上電視機 這個是 爸媽怎麼很大 這一個很有名的主持人 叫李斯端 然後他在參考小孩跟父母的關係 然後 我的父母會不會 希望我是無主持的啊 然後呢 隔年的三月 我就去了泰州台北 去分享我們 我人生第一次聯講 超緊張的 對 就分享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給我創作的過去 然後上了那個謝正吾的節目 跟謝正吾一起討論一下 然後就上了大學學人 那時候很有名的練習 好 經營一下 而且還在夜市的創業下 對 沒有了 對 就這樣子 這個是我那時候呢 透過自己的指令呢 去獲得這樣的機會 你看 如果 我剛剛怎麼做的事情 如果我都沒有做 我每天在家裡呢 你看 去在那邊睡覺 然後呢 然後呢 玩遊戲 然後呢 在那邊發開看電影 我是不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可能會失敗一百次 兩百次 三百次 但沒關係 我只要成功一次就好 我只要成功一次就好 不用多 三百次 只要一次就對了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成 失敗三百次 你會很痛 你必須要想辦法突破 這個難怪 那 我覺得呢 從一個魔術師呢 不是說只要學魔術就好 你看 很多人都說 學魔術就是把魔術的手法 練得很好 把手指頭練得很靈活 其實不是 你們現在想 你們現在學任何的東西 國文 英文 自然 科學 你都學沒有用對不對 但是呢 未來 某一個機構體肯一定會用到 只是你現在不知道而已 我跟他說 我為了學魔術呢 我要學什麼東西 這個我學了主持人課 那時候我去華視上了一個主持人班 然後 因為我在大學畢業之前呢 我從來 不會變魔術都不講話 對 然後我就知道 我想要當魔術師呢 我一定要學會說話 我要學會呢 呃 在大家面前表達的華視 對 然後我就上了華視人課 所以你看 我做這樣子的能力 你看 我也沒有想要當主持人啊 我是想當魔術師 現在我上了主持人課 所以現在我有機會 站在這裡跟大家演講 講兩個小時 這對 四五年前的我來說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當時是這樣 但我現在呢 可以講兩個小時 在大家面前 然後不會緊張 說話也還想 我可以 回來 做一個努力 那 我學了裁縫 裁縫很簡單 我會做車輪機 打板這樣子 可是 我也不會自行做 但是為什麼要學 這是我在戲劇系的時候 有多少課 你看我不想當演員啊 可是我還是學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後來呢 我所有的魔術道具 都自己做的 我請裁縫師 去幫我做出來 什麼東西 我自己去那個布室買那個布啊 然後自己借 然後請人家幫我說 我了解了裁縫師 會需要用到什麼樣子的東西 他的技巧 還有他的功能 我就可以很清楚地跟他討論 然後呢 跟木工師的討論 跟鐵工師的討論 跟鐵工師的討論 都是一樣 然後學表演 你看 我不想當演員啊 可是為什麼要學表演 然後 我是想變魔術 但是呢 其實表演 跟演講 跟主持 還有跟變魔術 是同樣的事情 甚至是你在我台上簡報 他能夠練的能力 就是你在我台上 面前呈現出 最真實的能力 然後呢 怎麼樣表達出 讓你們的情緒給大家 還有用 好 這是中級情緒 我小學跟國中呢 是管情樂團的 我以前是 拉中級情緒 我以前呢 小學 國中的時候呢 練琴都超普遍的 整件 什麼都亂練了 然後 老師知道我的練琴 都沒有我的練琴 然後都亂發 但是 我也沒有特別有興趣 但是我開始學模術以後呢 我發現 欸 我小國中的這些東西 完全用上來 因為我表演模術的時候 我會看到表演的音樂 所以我對音樂呢 敏感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 音樂 我不小心用上 我小學國中學 我明義已經學了 但是我又到了 對不對 然後呢 燈光 你看 不同的燈光在大家面前呢 打出來的也會不一樣 所以你會學習 怎麼樣子 打燈 那 科學 你看我們要學物理 然後我們要學 製作魔術道具 我們要學心理學 我們真的要學化學 把我的魔術能 運用在這些東西上面 對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學了 怎麼樣子做團隊合作 嗯 我現在呢 到現在 工作到現在六年 我從來沒有 機器公司跟 經紀人 我是完全一個人工作 我叫做音樂公司 所以呢 我學習怎麼樣子跟人家做團隊合作 比方說我在當兵的時候呢 我就會學 呃 怎麼樣跟演員合作 做一個魔術劇 對 這些工藝魔術劇 方子奶奶的故事 所以我 這個第三名呢 想要就是 照顧這個方子奶奶 這樣子 然後呢 跟這兩個 雲門舞棋的舞者 一起表演 其實也完成魔術 對 然後呢 當兵的時候做的 我請他們幫我辦 然後呢 變魔術 你看 不一樣魔術能力 我孤單 然後 我做了一個製作人 我算是導演 然後呢 這個動畫呢 是我 當兵的同學設計的 我就 然後再請有變武老師 然後請這些舞者呢 變武的魔術 這樣 蛻變 然後 摩集 聖子月期是花蓮的團隊 聖子月期在四年前呢 早上我 跟我合作 然後他們是在花蓮市的 團隊 在博愛街那邊 然後他們呢 每年都有公民 他們覺得他們想要把他們的 打擊樂 結合魔術 然後呢 我就非常喜歡 聖子月期的模型呢 到現在已經做了 第四年了 我們每年都做 然後今年本來要去韓國 然後還要在心肺教教練 但是因為肺炎就取消了 對 然後爵士樂會 跟爵士樂團合作 你看 其實呢 魔術師不是只有一個人 在舞台上表演 然後一個人在家裡練習 我其實需要用到很多的團隊 很多的表演者 很多的工作人員 一起幫忙 才可以完成一個很厲害的舞秀 那 設定理程碑 然後接受挑戰 嗯 如果呢 大家在做事情的時候 沒有設定理程碑的時候 很容易被代謝 比方說什麼 這是我以前設定理程碑 12年就是我大學的 五年級那一年 我要去世界魔術大賽 所以延避了一年 然後13年來我當兵 然後14年我設定我自己 要去魔術神保表演 15年去泰勒 然後12年就去法國一套街頭 然後17年呢 我就去美國巡迴了兩個月 我去看了很多歌 然後1819年後 就辦了我自己的公演奇幻製造成 然後19年呢 我還是用全部的英文表演 英文然後全英文演出 一個半小時 對 好 那這邊呢 其實呢 都是為了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現在是郵輪你知道 這樣很尷尬 這樣很尷尬 因為我們工作室的前輩呢 人生呢 他就越卡在轉身工作 然後呢 對 對 也很可憐 但是呢 想要上郵輪也是我自己人生的夢想之一 因為他的薪水非常高 然後呢 他的距離呢 有1500個人 1500個人的距離 然後就住在場上 然後每天就這樣回家裡 然後第二個就是 美國大安秀 這兩個都是我非常想要上的 然後這個也是我最想要放棄的時刻 到現在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大概從2016年吧 我就很常上郵輪跟美國大安秀 我每年 我都會投影片到郵輪的公司 郵輪基地公司 美國大安秀的偵選這樣子 每年都沒有上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每年都沒有上 我每年都放新的影片 你看四年 一個月也沒上就算了 但是每一年 一年就一次新婚 每年都投 然後他們就上 然後 第一次呢 那個經紀人跟我說 我覺得你還好 因為那很厲害 你以後可以 原來給一千五百個人看 你這個魔術看起來只想 給一百個人看 有什麼比較厲害的 我就好 準備了一年 然後丟 他說不行 然後呢 我就換了一個經紀人 然後我就換了另外一個經紀人 然後又換了另外一個經紀人 然後他說 你的東西太小了 我們需要的是 切美女的那種大型幻術 然後我又花了幾十萬 就是呢 做了一支高訊 然後呢 拍了影片 弄下去 結果 那個人跟我說 我覺得你的肢體不夠好 而且你身高不夠 我們在郵輪上 我們的舞者們 都非常壯壽 當然很高 這支老婆還要超大 一支 如果你要在這個郵輪裡面 當主角的話 我覺得 你可能 顏值不夠高 身高也不夠高 身材也不夠好 肢體也不夠OK 你看 又會去決定 然後呢 我就再投了一個 原本的那個經紀人 然後他說 喔我覺得你的影片太短了 你現在只有二十分鐘 你可以演一個小時嗎 我就拍了一小時的影片給他 然後他就說 喔你這一小時很不錯 可是你可以拍英文的給我嗎 然後我又拍了一個 英文的給他 然後呢 那去年 他跟我說 我老闆說你的英文不夠好 但是我的英文理論上 已經很OK了 可是他們覺得 對於外國人來說 我的英文不是母語 他們不喜歡 而且 郵輪是一個很競爭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就是我 最緊張的時刻 到現在 我都很想要放棄 因為這幾件事情呢 已經做了四年多了 然後椅子都沒有上 我們每年都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跟大家說的一樣 就是 剛剛跟陳明講 就是 勿忘初衷 就是我想要當我們做這件事情呢 是必須要把握下去 所以呢 我每年呢 都還是會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還是會一直投我這些明明 投到我上樓為止 對 這是我最緊張的事情 但是 現在呢 不要唱有人 今年就算了 所以 希望呢 在不知道到零XX年的時候 我可以去游輪 可以去駐演 然後呢 我可以去世界去巡迷演出 那我覺得呢 魔術呢 對我來說 魔術的定義呢 就是要創造機器 或者是 把不可能化為可能 你覺得呢 欸這個東西怎麼可能變出來 但是我就變出來 欸這個東西怎麼可能飄浮起來 因為我會把它飄浮起來 我覺得呢 我們的人生也是這樣子 我們要化不可能為可能 大家都會覺得說 喔 你這個做不到啦 想要當魔術隊做不到 你想要當一個很厲害的運動員 不行啊 你想要當一個高點生物不行 你想要考上台大 你不行啊 大家都會講這句話 但是呢 我覺得你們要相信自己 你們做得到 而且呢 你們要把 不可能化為個人 就像是魔術師一樣 好 那我覺得呢 我自己呢 就有像科學家 也像藝術家 我是工程師輩子 但是呢 我喜歡天馬行動 我喜歡呢 把創意呢 發揮在大家欄面前 但是呢 我在變創意的時候呢 我不是很科學 我會一個一個試驗 然後直到成功為止 這兩個東西呢 看起來呢 很不一樣 但是它們有點特別 共同的特點 科學家跟藝術家呢 都有共同的特點 就是 我覺得呢 這兩種人呢 都有遠大的夢想 比方說 科學家 我想要把太空船 發射到太空 我想要做出 什麼樣子很厲害的 科學 東西 或是科學實驗 然後藝術家呢 想要做出最棒最棒的彈 最棒最棒藝術品 他們呢 都用遠大的夢想 才可以支持他們 這樣子做下去 對 那今天呢 我分享了 這快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相信大概累了 已經要到結束了 這兩個小時的內容呢 是我花了 十三十四年的時間 付出的努力 從高中一年級 大學當病 到退伍之後的五六年 我花了十四年的時間 這是我付出的努力 我才慢慢的 有可能 成為因為職業能力 到現在 我還是在努力當中 但如果今天呢 大家能夠有一個夢想 比方說 你想要當個畫家 或是你想要當個 什麼樣子的職業教導 你願意為了 你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夢想 付出多少努力呢 這件事情呢 大家麻心思路了 很多人會說呢 我想要當個運動員 我想要打籃球 請問一下你一天練一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 那你覺得呢 你要打到專業的 你覺得 你是不是要練七八個小時 那你是不是持續 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 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那你要打到SBL的話 你是不是要打到 兩年三年五年十年 那你要打NBA的話 你可能要花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完成 這樣子的夢想 每個人的夢想都很遠大 但是呢 你有沒有 沒有慢慢自行的能力 埋頭不乾 然後一直不知道 練習也不放棄 有可能會做得到 叫你學一件事情 然後二十年不放棄 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還難 對 因為我看過太多人想到無數 但從來沒有成功的 對 那今天的研究主題呢 這就是足夢的魔法夢想 就是 足夢呢 就是追逐夢想 我們想要把夢想呢 給追逐到 但我覺得追逐夢想呢 是很不切實際的 我覺得呢 建築夢想才是最實力的 我們要把我們的夢想 自己能親手建築起來 就像是我呢 我背棄了我台大學歷 我從頭開始 我就蹲下來 慢慢慢慢的 從小朋友生日活動啊 從教課開始慢慢的做起 我放下我自己的自尊心 我去拜託一些 國文公司 國文公司 接受他們的拒絕 然後慢慢的訓練 成一位 成一位厲害的魔術師 我自己把我的夢想給建築起來 到現在呢 我還在建築 那 因為魔術呢 我認識了很多很厲害的魔術師 很多次 因為日本的魔術師 叫遠大學 我去了 世界魔術大大賽比賽 然後呢 到美國巡迴 去拉斯維加斯 遇見了太陽劇團的一些人 然後呢 很厲害的魔術師 Pen & Taylor 對 他們 認識了他們 那 這是我學魔術 我獲得到的 兩位夢想 那 Andy Warhol說呢 在未來 每個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 我的15分鐘呢 就是在舞台上的成名 就跟他討論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15分鐘 是很廣義的15分鐘 這15分鐘呢 可能是你們的未來 你們的領域的15分鐘 你可能呢 在畫家的領域 你可能成名15分鐘 你可能在運動員的領域 工程師的領域 或是你想要做任何一件事的領域呢 都可以成功15分鐘 但是問題是 在這成功15分鐘之前 你有沒有準備好 機會來臨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做好準備 然後跳起來抓住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抓住的話 機會呢 就可以 又可以走了 那如果呢 你準備好 你就可以跳得很高 抓緊機會 就可以往上衝 那 這是最後一個圓頭影片 那 我覺得呢 呃 今天大家可以 我們去稍微想一下 今天是一個很開心的 一個演講 很有趣 那 今天就最後一點 你就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你們今天呢 你未來到底想要成為誰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物 你現在可以想一想 然後呢 去找到一個這樣子的人 然後呢 我都會把他的海報呢 貼在我家的 那個房間的門口這樣子 就每天去想 我想要成這樣的人 好 然後也許呢 你現在不知道你自己的興趣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呢 什麼都學習 老師將你任何的東西呢 都不要放棄 因為呢 你每一個東西呢 在未來都有可能 一直是現在知道而已 最後呢 就是每天呢 都要過得很開心 要能量 還有自信 你就可以過得很開心的每一天 好 那今天的演講呢 就照這邊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想要問我的 有沒有想要想的問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要問我的 蛤 有沒有 沒有人要提問的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人要提問的 剛剛剛剛聽的 魔術師那麼精彩的演講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問題 不然老師很多問題要問 啊 好啊 對啊 老師 有老師代表也沒有問題 我想問你問 對 像魔術師從高中開始 第一次聽魔術師 一開始說 失敗了什麼 他人記得嗎 把妹 不要爆答 他一開始就說了 他這魔術師是為了想要把妹 想要跟女生 想要交女朋友 對不對 對 當然是失敗了 沒有 沒有 但是 我女朋友 現在女朋友在我女朋友很同意魔術 魔術師不能把妹 大家記得 好不好 蛤 就是 我以前 大家都覺得魔術可以把妹其實不是 女生不會因為 你會變魔術 就會喜歡你 女生是因為喜歡你這個人 喜歡你 不是因為沒有魔術 對 好 那想要問問問問問就是 老師在練習魔術的過程中嗎 嗯 每天花了多少時間 因為聽起來 這個努力非常的大 是幾年 四年的時間 對 那每天要堅持多少的時間 跟行李在這個上面 我現在狀態下 我自己 我生活自己不太好處 比方說 我以前會 呃 我會規劃兩三個小時練習 但現在我的狀態已經完全 不一樣了 我現在是 24小時開機的狀態 就是 我今天只要走在路上 我就會觀察任何的狀況 誒 今天這個椅子 是可以拿來變魔術 我今天就會逛了什麼 十元商店 誒這個杯子是可以來變魔術 我只要看到任何的東西呢 我就可以想說 也許這東西呢 可以拿來變魔術 那我不知道怎麼能變 然後我就把它實驗 然後把它做出來 然後比方說 我在捷運上的時候 我就會聽音樂 然後我就找 我想要表演的音樂 然後呢 吃飯的時候呢 我就跟人家聊天說 欸你最近覺得 什麼樣子的影片你喜歡的啊 你可以推薦給我看看 所以我隨時隨地 我都在尋找魔術的 idea 跟創意 然後 我很喜歡做禮記 我 只要看到我這樣 有趣的東西 我給它拍起來 拍起來 拍起來 然後回家呢 我就會看這些照片 然後呢 看這些人的東西 想出一些很有趣的魔術 就是我平常 日常生活做的事情 然後大家會覺得 欸你怎麼那麼 完全離不開魔術 但我也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那件事情是 呃 你能這樣24小時都在魔術裡面 其實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我很開心 前提是你要要熱情 如果你沒有熱情的話 你一定願望還在那裡做 對 對 那為什麼別人放棄了 就像你剛剛說 那麼 那麼多人想當魔術師 可是他們屬樂室在 最後全台灣人家 是為甚麼事情 屬樂室在 像 像 其實台大 我們魔術師的大概 二十六年了 然後 我大概是第四五十六階 這樣子 在我以前之前呢 其實有很多魔術師的學長 他們都很厲害 然後 直到我是第一個 初來當魔術師的人 然後我後面有一兩個 然後 下一季有一個 然後就到現在就沒人 就二十幾年 就三 兩三個魔術師而已 就是這樣子 那 因為大家都還很擔心 因為大家 一開始就是 欸我來當魔術師好了 然後呢 他就想要去接接案子 然後 摸摸摸摸摸 他就放棄了 他說好 可是上班比較穩定 他沒辦法撐過那前面 最痛苦的 六個月一年兩年 那 他就沒辦法活下去 然後 他就永遠放棄這條道路 那我覺得人在做抉擇的時候 都是一樣 不管你是不是選擇 大目出這件事情 你可能白天想錯一件事情 但遇到那些小小的挫折 或是大怪的挫折 就放棄了 那我 後來我發現 我認識到這些 所有很厲害的人 他們都是 永不放棄的那一個人 我覺得永不放棄才有機會去做 好 這邊那個 一開始老師 放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嚇到 因為我以前 留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就很喜歡 練習能術 然後他都會 把那個影片給我看 就是 這間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影片 幫他有做過嗎 對 這個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有嚇到 所以我們今天是請到大師 因為人上那個舞台的 都只要花上千塊 上萬塊 好辦法進場 去參觀 結果今天 大家可以想到 我們都不知道 這麼的幸運 我要感謝主任邀請的 安排的這一場 還有王哥哥 願意從台北 下來王超雲 這邊 進行這一部文書 那我們是要對 樂樂的掌聲 來感謝他 好 好 最後呢 我還有一個模式 這個鐵環模式 什麼那種好 那 來囉 這個鐵環模式 大概有2000到2500年的歷史 五代模式時 不用八個 完全沒有開口的鐵環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鐵環完全沒有熱的開口 OK 沒有熱的開口 等一下 我們要輕吹一口氣 這個鐵環就會瞬間 穿在一起 這樣 輕吹一口氣 之後呢 輕吹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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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每個都任何的動 這邊呢 還有第三個鐵環 沒有任何的開口 鐵環就是 輕吹一口氣 輕吹一口氣 小樂 這次因為鐵環沒有任何開口 這個鐵環就沒有任何開口 剛才不停 是否所有的鐵環都沒有任何開口 掌聲鼓勵 再來呢 這邊呢 還有一個鐵王 黑棋老少抓著這個鐵王 然後呢 抓著他 雙手抓著 雙手抓著這樣 他沒辦法共拍對不對 抓一個王心 因為有力 像這樣 是嗎 畫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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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讓你做到三個鐵王 你可以接受嗎 這邊呢 檢查完正的鐵王都對 好 二十四個鐵王都把給三十 兩千年前的魔術 一 二 三 好 接下來呢 王牌是一些有趣的主辦 比方說新台 再來 奧迪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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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還有呢 王牌說我可以配車 一個 盪抽籤 一台金龜生 一隻漂亮的蝴蝶 還有一個 韓包菜的花包 黑包的花包 誰走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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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嘛對不對 檢查過的來 對不對 這一個是你來的這個花 這真的 接到你 好 接觸他兩花 可以給我嗎 這個可以拍我 這個可以拍我 OK 不要接觸他兩花 好 接觸他兩花 來 好 好 辛苦 沒有錯 對不對 最後一花花 十一個鐵花呢 全部剩下 一 二 三 三十個鐵花 就是我們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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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個 雙個合體 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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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énals 我們 拿我們 來參與 這麼好的一個 教學活動 當然 那真的要非常地感谢我们王国和哥哥 今天带来他追寻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那我刚刚在这词听了以后呢 我觉得非常感动 哥哥呢 将他就是追寻这个梦想的一个历程呢 用这个故事的方式呢 两个人小朋友们做一个分析 那我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棒的时候 在王哥哥的身上呢 我看到了他对这个梦想的坚持 还有他呢就是永不放弃的一个精神 那刚刚呢 有一个影片呢 他出现了这个六个字呢 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也就是说要如何找去自己 对我们孩子来讲呢 小朋友会觉得自己呢 就是坐在那个现场的自己 但是王哥哥的那个意囊呢 他是告诉我们 梦想中的自己在哪里 未来的自己在哪里 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自己 但是这个自己呢 你一定要去找到 然后呢要去实践 那我今天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觉得 王哥哥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配合我们的很好的演范跟法要 永不放弃自己 然后呢追寻自己的这个梦想 那我想呢 今天的课程真的很棒 那也让我们看到了 王哥哥的这个精彩的表演 我想呢 我们的小朋友 在可哥的身上呢 你取到了很多 就是把我们这个 不满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 放在你的心里面 希望未来你的小朋友呢 也是一样哦 在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 都能够找到自己一份 自己喜爱的事情哦 成为自己的兴趣 容易地去实践它 让你成为你心目中最好的一个自己 再借用大家的双手呢 不再给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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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也